作曲 李宗盛 去戈壁沙漠之前 都想到哪裏做什麽呢 又有時間的限制 人手的限制 那時候想了很簡單 就是帶一塊尼龍的黑布 想放風震 但是試了幾次 不同的地點都是飛不到的 跑來跑去 風箏也是在地上打滾 或者飄了一陣子 然後又跌下來 回來的時候 用同一塊的物料 即是所謂的風箏 做回一個 shelter 做回一個臨時的一個棲息的地方 這裡我想是有些生活 即是說有一個星期的時間 我會放一些書在那裏 或者之前做這個計劃 其實一直都有看一些不同的書 不想用講的方法去分享 人們如果喜歡坐下來 就拿起一本書自己看自己的東西 我喜歡看書 所以當我在想一些東西 我自己不太清楚 我又想想其他人 知道其他人怎樣看一件事情的時候 究竟會是怎樣的 我現在最近在想一種很失敗的經驗 我看了很多不同的書 有哲學 有宗教 而其中文學裏面我看了北道 很多年前看過一本書 叫《失敗之書》 很吸引我的書名 拿起再看 裏面沒有一個故事是說 如何失敗 或者一個人怎樣 很差勁 但其中一篇是說 北道很喜歡一個私人 很喜歡賭博 去賭場那裏賭錢 輸掉所有東西 這件事我覺得是 我一直在想著 什麼為之 你對於人生的追求 我一直在想著 那會是說 其實你不願意 你不願意